到下一套了 其實得出一個結論 但凡掛著虛冤的名字 但是他完全沒有做過任何的製作工作的話 大家都知道他是復硬的 這次真心不關他自己的 因為他真的沒有做任何工作 那次連沿岸的名字都沒有他份的 人家是那個小說裡面的其中一個作者 他是一個玩家 他是一個玩家,沒錯,他更好這個東西 其實是一個,你認得他,總之我要他放OP 那個名字要大塊一點,讓人看到就行了 那些人的製作商是很聰明的 我們很多時候講動畫 我們經常說這套東西不行,為什麼會出的 他們都知道,這套東西其實不行 然後另一位朋友說 不要緊啊,你掛著虛冤的名字就算不行 我們第一集都不成問題的 不是,這套是一個赤龍的精神嘛 你知不知道 裡面那個講話的赤龍就是什麼 你獻上其他人做你的製品 就自己可以有開外怪的殺人 這個就是赤龍的精神 我覺得有道理 虛冤的製作這件事 我們要講的那套就是赤龍戰役 本身赤龍這個project其實是一個多媒體project 其實就涉及了有小說,動畫和遊戲 手機遊戲還沒有很熟 其實就是K那一組 因為那個小說,或者正如雪凌說是一群玩家 其實就是有一堆很出名的K小說作家 他們就去玩這個遊戲 那就是Table RPG 那小說那裡其實就是由鏡花所講 它是由這一群很出名的 包括三虛冤、紅月、城田雷五這一群的玩家 他們玩的一隻Table RPG 然後由三田成就將它結集成為一本小說 即將它們的遊戲的經過 就好像很經典以前你看過的《龍與地下城》那種感覺 三田成本身其實除了他自己是一個輕小說作家 其實他自己本身本業是一個遊戲設計師 沒錯,不過雖然動漫的人比較熟悉他的輕小說作品 其實他最出名的那一套就是《魔法人力派演所》 是啊 有第二套也有動漫化的 我們動畫裡面看到的角色 其實是這群作者的玩家的化身 所以在《混石地下》那六個角色就是那六位作家自己 可能是Table RPG那樣自己作出來的 首先要我理解,雖然這是多媒體企劃 但是動畫裡面延續了是那些作家所設定的角色 以及裡面一些報歷史背景、世界觀的設定在裡面 所以我看的時候就發覺 難怪那些角色全部都這麼多花款的東西 因為我很肯定那些作家玩這個RPG的時候花最多時間設定 每個人的能力好像是不同世界的能力的集合出來 現場暴露了那些作家是喜好的 動畫裡面其實你會看到每個人的所謂能力的不同 其實他那種是大家可能看一些動畫的時候 一些所謂的特殊能力有優勢 但也有他的不好的地方 這些是典型TRPG裡面 我比較玩得多的是《龍魚地下城》那一類型 其實他也是那類型 就是說他會有一本叫做《Bio Book》 這本《Bio Book》裡面就會有海量的魔法 可能其實這群玩家裡面 他們可能已經有一本好像百科傳書那麼厚的魔法設定 在裡面 那就是內需寫的 我明白嗎 那他們整群人怎麼寫都可以 你放任這群人去寫這件事是一個很… 怎樣說呢 我可以說是一個很爆炸的東西 但正常應該有一個類似公正的防術 或者監督的防術 故事 以及主導就是他發生什麼事件 以及就是發生事件的時候 對應就是創造出相對的危機劇情 或者是一些提示或者一些物品 去提供給玩家去自由 去選擇究竟他要做出什麼行動 這個是GM的最大項目 很多時候就是一個TRPG 好不好玩 其實最大取決於本身GM的領導能力 他能夠領導整個遊戲的流向 因為大家都要知道就是 很多TRPG的玩家 其實是… 你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他可能做一些很奇怪的行動 你要去對應這些行動 他做出這個行動的時候 對這個世界 或者對那個地方 或者對那個團隊 甚至對那個地面 就是那個地勢 會不會發生什麼影響 你都要做出一個應對 那這個是主持 HOST 他的最主要的功用 那也都看到就是 應該是這一班作家 玩這個遊戲 好像都相當的自由發揮 正如你剛才說 這個世界公司 運作著各式各樣特色的設定 那些人類的特色 好像是不同的國度 和歷史背景 都會走出來的角度 不是啊 其實很簡單 他說這個世界是得到的 然後分到三個國家 西邊的黃林 就是中國風的世界 中間就好像日本風 有什麼無屬的世界 最後西方就好像 路路修一些西方世界 簡單而言 這個叫赤龍戰役的Crash 這個TRPG 你應該用回TRPG 這個叫赤龍戰役的Crash 最終的BOSS就是 你要去找到紅龍 找到赤龍 接著就是要做些什麼 還不知道 總之就是你的任務 這個就是你最主要的任務 接著就有一班玩家 來自小網民 就是你設定 其實等同於這個D&D 就是你設定自己是 妖精啊 半精靈啊 人類啊 獸人啊 或者哥布林啊 各種各類不同的職業 你來自不同的地方 你們去集結成一個隊伍 然後接著要去出發 去找到就是 去完成你這個任務 那就是這個 現在這個很簡單就是 赤龍戰役這套動畫裡面的主線 所以 我沒有玩一個TRPG 所以我在想著 我作為一個觀眾 所以我不明白他們做些什麼 很正常的 其實因為他們作為一班玩家 他們在玩TRPG 是應該和我們一樣 都在探索著這個故事 其實實質上是傳貌 是怎麼樣呢 那件事呢 我們有個目標 但其實觸發目標 出現了什麼情況呢 其實都在一起探索著 這一件事 大家記不記得呢 主角呢 他是誰作家的化身來的 嘩好問題啊 這個 好像沒有說過 其實這個是 當然這個動畫 你現在沒有說過 但是應該 在這個 找回一些 去找個官網 是有得看的 我不知道 大家明白 我在不知道的情況下 說的 設定這個角色 那個人 都相當仆街 的 其實 我作為一個觀眾 首先 我要先說一句 就是 我真的完全 但我看得不專心 我很辛苦 為什麼 一部動畫 第一集 自己有那麼多的名詞 那麼多的設定 那麼多的魔法名字 那麼多我記不出的角色名字 都出來了 一次過 哇 連他拍的樣子 應該很辛苦 我看得很辛苦 我最記得 他那一幕 是介紹赤龍他什麼 我數過 那一段 十行字裡面 至少每一行 都有兩個名詞 出現在那裡 哇 他有個角色 不知道什麼 又跟刮物連記 又被人歧視 但是他只有個角色在那裡 所以 我可以很肯告訴你 我作為一個觀眾 我最最最期待 就是那個主角 我想看他今次殺誰 這樣說 這裡就要說 其實主角 我還是說 我不太懂得讀他的名字 不好意思 算了 其實他的名字不重要 不重要 就是作為王龍總的後裔 其實他是這個國家的國王的後繼人 然後他就放棄了 他覺得 只要不成繼王位 就沒有戰爭 這些就是 簡單而言 就是一個逃避的責任問題 其實一開始很有趣 剛才看到他就說 咦 練劍 然後他的步驊 跟他打他 咦 這傢伙有兩手 然後我看了三集裡面 其實你是不是會打架 不是很簡單 當你打Dead Look之後 為什麼要打架 就行了 對不對 你要明白 他是會打架 但正如他一開始說 他沒有那個王的意志 他怎麼會出去跟別人打呢 所以有 有些不一樣的 這件事 不是 我跟曉先生說什麼 即是等於你 其實你沒有力氣的 用你單純的體術 功夫 劍術 可以對待條約 不行 我一定要殺我自己的朋友 拿他的命 拿他的力氣 剛才 鏡花和尤馬 都說了很多 要殺朋友 因為主角 他在赤龍身上 給他能力的代價 就要將他自身的人殺害 而換取一次性的力量 即是這個相當之high的設定 我給你 不是 其實我開始第一集的時候 我是看到一個最大的問題 是嗎 大家記得 開始主角對小白 是嗎 就是那個巫女 那個巫女的時候 他被人斬傷了生命霸 生命垂危的時候 主角是很表明說 我不想爭霸死 然後熊龍那個混蛋 他說 我聽到你的願望了 我幫你殺了他 然後我說 喂 你是不是龍 他真的是個龍 我知道 他聽到你的願望 在說 你的願望就是不想死 沒問題 我幫你搞定他 你明白嗎 我聽到 不等於我要做 你明白嗎 我聽到你的願望了 我會賜予力量 我可能想著 那一幕就說 真伯會復活 即是他用什麼形式 我最多就是QB那樣的款 最多是 他變了一些不知什麼的東西 但是說 喂 你只是要去復活 他沒有什麼 然後我聽到你的願望 我給你力量 然後你又見到主角 然後他就不由自主 把把刀伸向這個真伯 然後我說 你還什麼事啊 你明白嗎 會長存於你心中 不明白 我想說 我們一直都套租 這個世界的動畫 是那個角色去哪裏是死 哪裏是東京死神的 是不是 想不到這個動畫 真的把這個東西發揚光 但是他愛誰就死誰 第三個 看到那個人 開始跟那個 狐狸耳仔的女生 都已經有一些關係 寫上了 我心想 這傢伙死了 還要說我的背景 我的身份 這傢伙慘到一個點 錯了 我這樣說 看第一集的時候 真伯就這樣 換取了力量 我開始以為 赤狼賦予了他的力量 主角 即是他威威了 他有主角威能 然後看第一集之後 看到那一幕就是 看這個偵探動畫 就是有一個全部角色的形象 然後真伯打了一個桌子 然後我就 聽我說 大家在這個位置先不要插 我看到這個位置 就說 其實這套東西 其實是犧牲很多的人 第一位犧牲了的主角的同伴 就是真伯 然後我看第二集的時候 然後主角 阿赤龍說 你都瘋了 真的 借的東西 當然要還 我借的東西 當然要還給我 你再借 當然要再付錢 我現在不是賣給你 不是一次性賣團 這是課金制的 課一次用一次的 是 那顆魔拍石來的 那顆魔拍石來的 OK 然後跟著 到他犧牲了另一位好朋友 看完那幕之後 我就真正發覺 原來 我們看這些那一幕 那個這樣的表 他不是一個說 究竟在這次旅程裡面 究竟會有多少人犧牲 他那個表的重點在於是 究竟有多少人成為電池 為主角的力量 而貢獻他的生命 首先我想說 我看到那一幕 我想大約會破個畫面 而如果我以一個遊戲設定的角度來說 那個畫面少了一件事 是什麼 好感到 同意 很同意 這個應該是我們平時要這麼厲害才會看到 那個畫面很明顯 你會看到就是 每一個角色 對主角的好感度 好感度每個時候就可以犧牲了 然後上面就有個衝動的東西 然後就是對主角可以利用一次性的技能 去打到他的對手 我想說的這件事就是 所以那個畫面是一個很聰明設計畫面 我告訴你 你知不知道 所以他重點是什麼 有一排人 他們會死 而他是未死給你看 但你一定會死 所以你呢 在代入這個 不是 這次可以對我 那你小說有例 可能說 最後法國對十二大師的法國 這人還生了一個洞 死不去 和東京傷殺的威脅 就第二季了 然後 對 不要太無斷 你已經死了 對不起 我比較期待 不是這個重點 我以為 而很多的觀眾也都留意了一件事 這套東西 十三集 他那裏是有足夠十三個角色 其實第三集其實是沒有死人的 但是 最後死三個 但是一件事 要留意就是 那個所謂魔種少女的角色 其實 那些人是 count down他做兩隻的 但是如果你這樣 count down他成為一隻的話 那剛好其實只是今集不死人 他說過只要隨便一個 他就算一條命就是沒有 而且如果隨便一個死 他都會死的 兩個人連在一起的生命是 即是持帶 即是我可能當兩條命 就被你用了兩個口袋 是不是可以殺你會敵人 你有看過那些什麼大屠殺 萬宇倫破這些都好 推到劇情的中段 我一定要來個高潮 一定要死兩個 我相信假以示一定是OK的 今集你不死 下集你都要死 總之13個輪子一起死 那當然啦 你說另外的一些角色就是 黑龍騎士 那他的能力就是 只要拿過在手的道具 根據他聲稱 99% 都會粉碎的 而因為他的能力就是 在粉碎的時候 的道具 沒有清楚定義什麼為之道具 就可以發揮他的最大 就是 將你的生命的光輝完全發揮 然後你就分碎了 都說得挺正面的 這樣拿去摸別人的衣服 就馬上爆發了 風化了 那他生命的光輝 所以他生命的光輝 那他生命的光輝 防禦的家 他無敵防禦的心 他這個猶魂十八獎 拍到他身上的衣服 他在衣服 他在衣服 所以我又是不知道 因為其實這套作品裡 我時間關係 我沒有認真去找資料 大家不好意思 大家知道 到這套完結的時候 再討論就是 我不知道黑龍這個角色 究竟是屬於誰 我覺得其實我們是故意不知道是好事 我覺得到最後 揭回來看音樂的 等一下 你說完完賽事後 要看完整套 我會 我打算看完 你打算看完整套嗎 死誰都開心 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player 如果他是一個TRV 這個player 這個player 如果 他是一個搞屎棍的人 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他有空就碰一下 碰一下我的同伴 然後主持人說 我要摘一下 看看多少個女生 如果99% 那就糟了 碰一下就 哎呀 爛了一把劍 怎麼辦 買過 這套故事裏面 亦都會見到的 就是 他碰過的任何道具 其實就一定會粉碎 包括便當 其實他叫做什麼呢 其實他在用的 叫做一種類似 就是 可以說是玻璃劍 雖然很強大 但是他的內狗值很低 低到就是 不知怎樣 所以他身上就要帶著很多劍 故事設定就說 我這個人 其實 很消錢 就是因為他每次打仗 好心他沒自己這樣 就碰一些血肉之軀的拳頭 去打得人 其實 其實那個設定 他沒有說得很清楚 因為其實 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 這套故事 因為一開始你看到他碰到的 就是 叫做 報了一個伏線給自己 說 99%會碎 1%不會碎 那 只要叫做什麼 他任何東西都咬得通 我碰過那一刻 劇情說 為什麼他不碰 因為現在是那1% 有讀心晶片 有玩過課金遊戲 通常你不想他碎的時候 他就會碎 你覺得他碎 那一刻就不碎 叫做 我在動畫裡面 有另一個期待 他碰那個時候 因為有時候 別人的裝備 他碰一碰別人的衣服 碰一碰別人的人 我說 如果人可以加達成道具的話 其實我有想過 是不是碰過人 然後就說 你可以發揮100% 超越100%的實力 燃燒你的總之力 燃燒你的小咒 然後就 寫一寫就沒有了 然後你就死了 那其實 最後那個表 是不是相對的呢 我明白 為什麼革命官要這麼多人 開始明白 其實他每一個角色 都是要先打死自己的隊友 才可以開掛 那是整批人 輪著死 我看到這裡 我明白了一件事 你明白了嗎 這個赤龍調查隊 他們是說 這件事就是說 大家鬥害死大家的隊友 看看誰可以去到最後 找到赤龍 我覺得這個很正確的 Table RPG玩法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的敵人 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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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外來 的威脅 是來自內部勢力的威脅 你有沒有一開始 第一集 第一集 第一個對白是 你要殺死你的朋友 就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遊戲的精髓 在哪裏 還有我很肯定 業界裏面的一句說話 是 這一套動畫引證了給我聽 是說得對的 就是那個角色太濫滑之後 下一集就要刺死他 所以為什麼 他的畫師可以這麼 事無忌大 給那些玩家 設計這麼難畫的角色 要做這麼多東西 不要緊啊 下集他就死了 所以其實一套動畫 明顯你那個賣點就是 你看到人設很漂亮 那個角色很吸引 就會死了 不要緊 那我就明白了 為什麼一開始第一集裡面 那個將軍會死 因為他的裝備實在太難畫了 極多東西 你解釋了這件事給我聽了 有道理 是不是 即是可以出第一集 但是當然 我們先說到動畫 其實動畫基本上 因為本身就是 好像剛才鏡花有所說的 設定其實真的太多 其實他的設定多到類聚程度 你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而他也用了一個很不好的主意方式 就是什麼 由一個城鎮去一個城鎮 然後就是 你可以在玩RVG遊戲 有一個icon 在這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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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途裡面沒有任何的交接 那那些角色 究竟其實在做什麼 其實你不熟 正常你知道 你就算走地圖 你會去中間 走一個陣 互相加樂心得 或者可能衝一下 不是 我知道 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雖然我們不肯定 哪個角色是哪個玩家 輕小小作家的化身 但我肯定就是 這班人全部都是一班 唯恐天下不亂的人 我相信 如果動畫跟小說不妥 可能我做十三集 都沒有走到那陣 你就知道那班人 就說 不行 我想害死這個人 又不是那麼好 我覺得要做些契約 你又知道有無辜 又有虛冤 又有三團城 這個世界很混亂 這個世界是 當然我肯定就是 這班作家的圍恐天下不亂的人 所以我覺得 其實是搞不定的 如果照樣做的話 這個遊戲 是連回都解決不了的問題 還有我有一種感覺 其實就是想想 那個動畫是不是 放棄想去解釋 那些角色 其實他的所謂的背景 和設定 是有幾大的用處 和有幾大特色 整個什麼 下集他就死了 你解釋什麼 我覺得這樣的 如果他作為一套十三集的動畫 每個人 即是他們本身是出身在不同的國家 他們在國家裏面有不同的位置 即是很愉快 其實不太需要說 甚至連國家形勢都不需要說 因為你現在只不過是在行一個調查隊的Crash 聯合國調查隊 不用管哪個國家 而很肯定就是 在第一集裡面 已經幫我們建立了 就是我們想看的東西 不是想看 究竟這個外在環境 又說有多危險 我們是想看內在環境 怎樣能夠令到你 你殺我 你想殺我嗎 不行 我要先殺你 當柯南的金錢一之後 看看誰會先死 華麗對他知道 到柯南的金錢一 究竟笑到最後是誰呢 他最大的代表就是 一開始說到老老實說回景 我國家被人滅了 甚至我覺得 這套東西你不要定義 黃龍總那位是主角 你應該定義 這個潮州裡面 所有人都是主角 而最後就是 究竟可以死剩誰呢 這個是一個盤口 甚至就是 那個畫面裡面 我也知道 他再少了一樣東西 賠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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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下錢莊 他去追尋 這個是玩家參與型遊戲 你知不知道 讀者自己都去參與 你非法賭博博博 對下賭博看吧 麻煩你 官方沒有這些東西 我覺得那個畫面 要連觀眾都能夠參與 就是什麼呢 每一集 都有一個投票 就好像城客丁那樣 每一集都有一個投票 我們投票 究竟下一集 誰死亡的機率是最高呢 其實這個是真人show 動畫式的真人show 我想得過這個畫面 這個一倍一大熱 每一集都會公布 就是每個人不同的能力 每一集都會公布 每一集都會說 我覺得這個人的能力 有看頭 他碰一碰他就會死人 這些東西 太明顯太直接了 然後說 我慢慢和你建立好關係 你都不知道原來 原來我是你朋友 他說到那句的時候 我和你一起的時光 你不要說這句 上好笑 第二集 見死不夠多 就是我看著你死 我不夠你 都可以計數 我又是 YES 這樣想 不想掩握雙手 即他的重點就是 我覺得這樣看真的很清楚 我覺得是釋懷了 剛說完說完之後 因為我還在在意自己 是不是我真的不去理解 切直是有沒有問題 這樣看的 我現在釋懷了 我覺得當你用 豁然開兩開心情去看的動畫 我反正的趣味在哪裡 這個很重要 我真的想看 這個角色就是告訴你 畢業是叫朋友的關係 因為大家都知道 朋友這件事其實很抽象 就是慢慢突然之間 我就成為了你的朋友 他這裏就是 我想他真的可以抽象 怎樣可以 怎樣為之是一個朋友 當你成為朋友之後 你就成為一個彈藥 這個為朋友而犧牲 是很重要的 我們用正向心 我真的很想聽 剛才我們主持裡面說 要不要杯水 然後說不用了 有些東西就分開明一點 我們是夥伴 我們不是朋友 我們是團隊中間的隊友 等同依然說 摘住 我們是同事 我們不是朋友 然後鳳龍就說 不是啊你需要這麼久 都是朋友 我計算了 我這次要計算 就立刻 我覺得這樣看 很有心度 這套東西 為什麼我發覺 這一季好像大部分動畫 都是玩這些東西 有看頭 真的有看頭 我覺得 中方說 真的搞過這樣的喉嚼 當你知道所有人的能力 所有人的能力 都可以整死人 整死隊友 不是整死敵人 這套動畫 我只能夠說 嘆為觀止 真正和觀眾互動 在這套動畫裡面 都可以做到 TRPG的感覺 喂 我覺得這件事 是一個極致 我錯 我一開始以為這套動畫 不知道做什麼奇幻故事 是我錯 這是一個互動式的動畫 自己的桌面 放一個旗盤 然後跟朋友玩 他有這個能力 你覺得他下集誰死 他其實 和觀眾互動 看不到這套作品 其實這套很有心度 沒錯 不過是虛於掛名的作品 沒錯 我們期待 究竟最後呢 會笑到最後是誰 你可以聽到 還是誰死至誰 究竟死到最後 究竟是誰 成為朋友之後 就能夠殺死對手的主角 還是碰一碰 就有99%機率會死人的黑龍騎士 你留得過了 就玩什麼一百不知什麼劍的人 真是 究竟人情的力量有多偉大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 是的 我們拭目以待 突然這樣說完之後 很有興趣 好好看這套動畫 我們是否收到一個廢 你們看不透槽作品 你們看動畫看得不夠多 好像我們這樣 每季都要看很多很多的動畫 你就會明白 一套動畫 不是單純是這個叫做 純粹有一個觀眾的角度 甚至可以有一個換街的角度 我們是多角度的欣賞 這個的邪道 是邪道的 沒錯 這些才是專業的評論家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套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